请 妾身给君上请安 给君上请安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在后面碰巧碰上了 就和妹妹一起进来了 天门君上伤势出狱 妾身挂心不已 京城特意起早了 做了这补气血的鸽子汤 君上趁热喝了吧 清离好像也带了东西 怎么不给姑端上来啊 来来来 我做了补气血红枣羹 只不过我厨艺不好 这个是叫厨房给做的 姑最近胃里略感油腻 正好想吃点素的 真的吗 那你尝尝 味道不错 你喜欢吃啊 你喜欢的话我回去就学 下次亲手给你做 不用 姑舍不得你下厨房 既然有妹妹的照料 君上的身体一定恢复得很快 妾身就不多打扰了 先行告退 去吧 你不尝尝啊 没兴趣 好 去吧 君上你听说过吗 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就是最爱最爱你的人 偶尔睡觉了 娘 你一个人还好吗 君上 是想尹妃娘娘了吗 私人一时 想她又能怎么样 你相信吗 虽然你没有见过尹妃娘娘 尹妃娘娘也没有看到过现在的你 但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依然永远爱着你 或许吧 你看 那个就是尹妃娘娘 她是最大 因为她最大最亮 你一抬头就能看见 谢谢 我一定要替你弄清楚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开你的心情 奴才知错了 奴才该面说法 娘娘 参见君上 丑经理 昨日 你是不是到处盘问 当年老王爷和尹妃之间的事情 没有啊 还说谎 连翘 你来说 昨天我们是不是在阮西院 哪儿都没去 君上他还污蔑我 连翘你说呀 实话实说 娘娘 君上都知道了 你是不是奔了 我 我只是 娘娘 谁都不准跟过来 你干什么呀 快 帮我下来 君上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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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孤 就是你告了我们娘娘的蜜 对不对 你不是跟我拉过勾的吗 现在这可怎么办呀 君上 君上会过一期这下 要了我们娘娘的命啊 不是我告的蜜 是刚才君上议事的时候 大人们讲的 再说了 君上那么疼娘娘 为了娘娘都跟百官为敌呢 不可能要了娘娘的命的 君上 你放我 我的屁股 为什么要去动当年的事情 你要是因此阴火上身 这不还有你吗 有辜你也不能这么肆意妄为 我错了 我不应该不跟你讲究去翻当年的事情 你说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我发誓 以后绝对不会犯错 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不准再查这件事情 可是 你敢抗命 是 我 我遵命 为什么 突然去查以前的事情 就是 就是好奇了 那你查出什么了吗 你说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什么都没查出来 是不是笨 是笨 什么都别做 什么也别管 好好当你的丑娘娘 有什么事姑替你顶着 别让姑再担心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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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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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